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你能给大家讲一讲 你这一次来以后都在这个蓝车告语状的 两三天过程中都做过哪些事 第一天你在做什么 第一天我们上午是在那个大使馆抗议 习的警卫秘书都没有把这个东西给他 或者他身边的人都没有告诉他这件事情 那刘奇遇不倒 你们村党政府书记也不会倒 你对这事还继续抱有信心 当然是抱有信心 因为我从第一天维权我就有信心 因为然后去法院 法院不给立案 然后我还依然有信心 因为我可以走上访 上访到从乡里一直走到区里走到市里 然后走到中央当然只是记信了 但是我一直都很信心百倍 但是然后多次坐牢 出来以后 当然就觉得当地政府的打压什么的 我觉得好像是有点较忙了 但是我来到美国 因为之前也有听说有报名解决问题 然后我也很有信心 然后抗议 然后上大使馆交材料 然后9月25 去年2015年9月20号 终于把我的塑状交到了习主席身边的人的手里 我真的一直信心都非常百倍 但这次我终于又可以再次的想真正的把塑状交到习主席的手里 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更清晰 把我的冤情 我的塑状 我的苦难 都要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知道 那自从习主席30号跨上这个美国的土地参加核安会 所以你在这几天这个蓝车高预状的过程当中 你都遇到了哪些事 因为我们 头一天上午我们在大使馆 下午呢 下午我们就到了宾馆那边去迎接行数行 然后我们到了那边的小桥那边 然后我看到就是说已经 已经就是戒严了 路上没有车了 然后我说 哦 终于有机会了 终于有机会要面成习主席 我的素装 然后还有其他方面 当时有 有个人在 当时直升机就在我们头上 当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直升机突然出现在我们头顶上去盘旋 后来第二天 直升机还是依然这样 后来我们就知道已经定位了 你看直升机定位你 你怎么想 我觉得它是来保护我的 是的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在跟踪我们 有一些都是 都是中国人 都是 因为我来得短 只有他们时间来得长的网民 说他们都是大使馆的 领事馆的 或者都是从国内调来的一些特殊人员 我觉得他们才是最危险的人 这个美国政府出来的 你不觉得那个飞机跟那个 跟踪你的那个安保人员有直接关系 你不觉得他是跟踪你 后来我知道 因为他在我的头顶 当时想是保护你 对 当时在我头顶 还有我们一块的 赵岩 还有王春艳 我们都在头顶上 我们还是拍得着 但是我觉得 在民主自由的国家 还是都非常安全 那时候你知道这个飞机是 看着你 跟着你 你怎么想 跟你当初一瞬间不一样 你怎么想 但是觉得 因为在国内没有被飞机跟踪过 那这边 挺好玩的这事 对 当时我还想他现了稳 那第二天 你能给大家讲一讲 你怎么再一次站在习近平的车队前 也要搞一种 那个过程 因为这个谁都没有 没有拍的吧 你给大家讲一讲 是 当时 当时 就是 累了一天了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然后 到了下午的时候 很多的车队 一列一列的车队 有大车队 有小车队的 从那个案件的口 要进入白宫了 然后 我们就 因为 每个车队 它都差不多 车子没有任何的明显区分是哪个国家的 因为我们只知道有52个国家来美 参加这个会议 但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就是 中国有传统 蓝轿海渊 蓝车海渊 这个传统 而且 在很久以前的 什么小白菜 什么的海渊 都成功了 所以呢 我们只想见习主席 不想就是说见其他的国家的领导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哪个是中国领导人的车队 所以我们一直在观察在看 而且 那个 之前跟踪我们的那些大使馆 领事馆 还有国内来的一些人 一直也都在跟踪着我们 都在我们周围 然后 我们就看到 你跟他们有说话吗 有说话 说什么 怎么说呢 他们还是 都是高科士赛上的领导吧 很 确实 不屑一顾的那个样子 嗯 不拿中国的访明党为啥 很 很伤这些 哎 现在说起了这些访明党的字也 可能是最低层的人 嗯 看不起这些人 嗯 这些人其实真的 在国内也好 来到美国也好 真的都很苦很难 所以呢 在我们当地政府 这么不拿我们当回事的情况下 我只能选择再次 那些进行党的主席的车 嗯 难道 对 我难道了 终于有成功了 是吗 对 你是看着车队过来的 对 因为进去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观察 这些我们这些人也 就是这些网民也在探讨 嗯 后边的一辆车 那个车队肯定是咱们国家主席的车 因为他里边是中国人 而且是他那个文化都是习习习的 这样子 然后我就盯着那个车队 出来的时候 因为前面的访民被警察都给拦住了 因为我跑得慢了 结果我这边倒没有警力了 我就过去了 对 正好跟你的名字对上号 对 你怎么过去 嗯 我是快也不能过去 你用多少时间夸了那个玩意 一秒钟两秒钟 就过去了 很快 一秒钟两秒钟 对 你过去的时候 习的车是 因为他的前面有摩托车 已经过去了 对 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正好是他的那辆车 是吧 对 你觉得他看着你了 你也看着他 因为我觉得两辆车 那两辆车 他应该是后边那辆车 是吗 对 那你 你觉得这个名字 你叫李焕君 用道理去呼唤一个领导和君王 或者是主席还是总统 不管他是什么 嗯 反正他跟那个君 君 你是个君子也罢 还是什么也罢 你会 你会用这个行动能唤醒他吗 一定 给你实现正义 一定会 一定会 一定会的 嗯 他不管 不管谁 到底是什么职位 他 每个人都有上柔 上柔老下有小 嗯 每个人都不是 生来都是 恶心肠 而且 越是往 就是职位越高的人 他越 应该有心自善良 越有爱民如此的 心 嗯 是这样 因为我也看了很多的 书和一些古代的故事 君王都是非常爱民如此的 都是 关心老百姓共死活的 是吗 对 贪护腐败只是下面的基层 那刘七不倒 那书就不倒 这事半年多也 也在验人 你上访的经验 几年也告诉你 确实刘七没倒 他也没倒 那你拦了 第一次拦了这个 习主席的车 你告了欲状 而且他警卫秘书收到了 你现在第二次 再拦 我相信 你看到了他 他也看到了你 但是这次他没有 拿到你的诉状 但是我听说美国 这个 美国的这边 就是 Drawer的这边 他是安全局的 特勤局 特勤局 他们会向中国大使馆 中国政府反映我的情况 他会向 对 上次他也应该反映 但是 上次 我不知道是 习主席 那个 其实秘书 没给他看 或者是他太忙了 我 就是 现在就是 多 就是 刚提醒习主席 我的事情 比任何事情 您的任何工作 都要重要 你要 为我先解决我的 我和我家人的问题 就是这样 你就是想告诉他 对 这是我 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 是的 因为有刘琦在那当道 有郭金龙在那不管 是 不作为 是 所以你的事情 至今解决不了 是的 也许他上次知道 也许他上次不知道 但是不管知不知道 你要用生命的代价 去呼唤他 对 来关注你的问题 对 解决你家人的问题 是的 是这样 是的 我不惜一切代价 因为我当时 抗强拆的时候 已经两次 浑身扑晚起以后 拿着刀子 跟他们抗争 每一次都是 差一点就点了 只要他冲上来 我就杀一个 杀一个狗本 差点转移 反正到最后 我也是不想活 那如果这次 习主席 还是不知道 还是没有解决 你下次会怎么样 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对 我会想尽一些办法 或者再次办法 之后继续努力 还要出现在他车子面前 必须 直到他下来 接你的诉状为止 对 直到解决我问题为止 嗯 不是接了 接了诉状 因为他已经 因为 不管是谁 已经揭露我的诉状 美国解决 现在不是接诉状 我就能平息的 解决问题 上次是他的警卫秘书 拿了你的投诉信 这次是美国特警局 要给你转了 对 你认为 通过外交部门 他可以收到 但是不管收到没收到 只要不解决 你就 一直来下去 是这样的吗 我会抗争到底 对 那这次你来了那个 习主席的车以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然 这次状况是 嗯 非常的 就是说 就是 金甲骨 骨折 骨折 然后错位 怎么骨折呢 当时我不知道 那个 那个 美国的这个 特警局的警察 他是从哪儿出来的 因为我在 这个双手打开 鞋车的过程中 突然从后面 过来的一个警察 就帮我 将我铺倒 铺倒 当时我就是 就是 感觉身上疼 我就一直在喊 Hurt Hurt Slow 要他慢一点 Hurt 后来又 过来两个警察 就是 就是 我这上中下 就是都没有 有一个警察 使劲的压 然后 嗯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我一直在喊 Hurt Hurt 就是我告诉他 我很疼 然后 他们就把我 后来 很长时间把我拽起来之后 挖一下反靠 就把我给套上 嗯 后背就给套上 然后 当时 就真的感觉身体很长 当时 当时我非常亢奋 因为我终于又 接到了习主习的车 所以让我 这次他没有 来派人来 但是没意识到是骨折 我真的没有意识到是骨折 就是觉得疼 没意识到是骨折 因为当时身上 后来发现 就是从 太阳穴啊 这儿 都有 青子 轻肿 但是 没想到骨折 嗯 然后 嗯 他们 当时来的 就是说只是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和那个 和 纸头上 加了一个架子 没有检查我其他的地方 但是 也加上由于语言 语言不多 嗯 嗯 因为我只会说疼 只会说疼 我不会说这个每个部位 那事后他们做了什么 事后就把我送到警局 先送到警局 送到医院 送到医院 送到医院是几点 很晚了 很晚了 因为我们接车的时候 到医院他们给你检查了吗 检查了 检查了 那结果是什么 嗯 就告诉我 就是 我的骨头 因为当时他们用电话嘛 用电话 打了一个什么 翻译台 嗯 然后翻译的嘛 说我的 左肩胛骨折 说了 那个医生跟我说 我担心你的骨头 随时从那个皮肤 穿透皮肤 钻出来 嗯 但是你 当时知道是骨折吗 我当时 其实我也意识到 因为刚开始 他给我是背靠嘛 嗯 到了警局之后 他就给我 手号打开的情况下 我只可以摸到我的肩膀 然后他的肩膀是变 就是 因为咱们平时的肩膀是圆的嘛 对 他是那个肩膀 我的肩膀 不是 变成了像一个纸片一样 扁的了 嗯 然后我就感觉是不对劲了 因为不是这种圆弧性 嗯 那翻译告诉你 是股者还是其他 是股者 然后那个翻译 我说 我说 那我需要朋友 家人 或者说 呃 律师 最好是律师来 然后 然后 跟我说一下 然后我 需要治疗 然后我 怎么样治疗 因为跟医生真的无法沟通 电话的翻译 是翻译的非常的内容 所以 当时那翻译说 不许再提律师 你再提律师 我就不再给你翻译 啊 他不让找律师 对 这是翻译 翻译说 他告诉你他名字 工作上 没有 没有 就是因为 是医生 他 接好了以后 然后把电话给我的 是个男同志 嗯 嗯 那知道你骨折的情况下 特别你做了什么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没有想到 在我 就是骨折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你把我接住医院 没接我的血润 把我接住医院 把我送进了监狱 送到看守所 对 看守所 你签字了吗 签字 我没有签字 一直 因为他们拿的所有的材料 都是英文的 所以我真的看不懂 所以我要见律师 我要在律师 给我鉴定 他那个材料 到底写的是什么东西 情况下 我才会签字 所以我没有签过任何一个字 没签过 对 那晚上 那一宿 你始终处于什么状态 疼痛 就是 一直在疼痛 你跟那个 看守所的看守 讲过吗 讲过 他们怎么说 我一直说 疼痛 疼痛 他们怎么说 随便说一句 什么我也听不懂 但是 他们转身就走 就转身走 不管 是 对 你在中国被关押的时候 有疼过的时候 有 你跟看守说过 因为我第一次进看守所的时候 我是昏迷状态进去的 我醒来的时候 我的裙服都穿上了 我不知道谁给我穿了裙服 我疼 醒来以后非常的疼 你这次在看守所有裙服吗 没有裙服 没有 没有 没给你穿 自己的衣服 几个人关在一起 两个人 上下床 因为他知道我这个 受伤了 他让另外一个女同志睡上了 活着下床 是老外 对 那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律师的呢 我在里边因为没有表 风风吹吹吹的 而且很疼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然后 管教就过来叫我出去 然后 我也不知道叫我做什么 那只能跟着他 很疼 很疼 从床上就是 那么蹭 蹭一蹭下来 然后跟着他出来 然后 是见到律师 这时候过去多长时间了 我真的不知道 没有时间一时 就是你见到 你的律师的时候 你不知道过去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 事后呢 事后 因为一直在治疗我 这个住院 你中间吃了几次饭 两次 两次 因为我没有吃 我一直没有吃 就是他给你拿来两次饭 你没有吃 他是在拿 然后他喊 然后我看 就是上网 去跟他要食物 因为我很疼 我也吃不下去 非常非常疼 喝水了吗 喝了一点水 因为自己的时候 他每个人给一朵 纸杯 让你自己拿进去 让你自己拿进去 然后 纸杯里 然后给你倒一些水 那你不知道 过了多长时间 后来你见到律师 对 对 当时 现在我律师那一刻 就哭了 因为说 我的家人都没有在这 那你跟律师怎么讲 你的生情 我说 医生说了 医生说 他担心我 上午的医生 因为我出院的时候 他们已经换班了 是另外一个医生 他给办的手续 因为 在我 我检查的时候 那个两个医生 非常非常的担心 你先试试